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高通正在通过裁员,应对其主要产品需求低迷的局面。 根据高通提交给加州就业发展部的文件,文件内容显示,该公司将裁减约1064名位于圣迭哥的员工和194名位于圣克拉拉的员工。该公司总计在加州圣迪亚哥和圣克拉拉裁减1258个职位。文件称,裁员在12月中旬左右生效。 从裁员的人数看,这次裁员将包括数名高级管理人员和数百名工程师,还有部分岗位如工程副总裁、业务分析师、助理和产品经理。 这个决定并不会让人意外,因为高通之前公布的糟糕财报已经有了端倪。根据其上一份年度财务文件,截至2022年9月,该公司拥有约51000名员工。 此次裁员占比为2.5%左右。 在被裁减的职位中,超过750个属于高通的工程部门,职位从总监到技术人员部等。 高通在回应媒体时表示,鉴于宏观经济和需求环境的持续不确定性,他们预计将采取额外的重组行动,以便继续投资于关键的增长和多元化机会。 预计措施将主要包括裁员,并产生大量额外的重组费用,其中很大一部分预计将在2023财年第四季度产生。 他们目前预计,这些额外行动将在2024财年上半年基本完成。 此前,在8月份与分析师的电话会议上,高通财务长Ikosh Payokwala警告说,由于公司面临收入萎缩,公司将采取积极措施削减成本。 高通财报此前预计,本财年营收将缩水19%。 尽管执行长Christiano Imon努力实现产品多样化,但高通公司的主要收入仍然来自手机市场,而手机市场的反弹速度并不如预期的那么快。 数据显示,高通最大的部门QCT销售智慧型手机、汽车和其他智慧电子装置的处理器,其销售额为71.7亿美元,同比下降24%。 手机晶片销售额是QCT的最大部分,同比下降25%至52.6亿美元。 QTL部门营售为12.3亿美元,与上年同期的15.19亿美元相比,下滑19%。 QTL部门主要负责高通的授权业务。 高通预计,2023财年第四财季,营收将达到81亿美元至89亿美元,行业依然不容乐观。 而之前也有消息称,华为Mate60横空出市后,麒麟处理器将全部取代之前华为手机体系内的骁龙晶片,这也是个不小的打击。 今年9月份,天峰国际证券分析师顾明基曾表示,高通将成为华为采用麒麟9000S级新麒麟晶片的主要输家。 他预计,华为在2022年、2023年分别向高通采购2300万至2500万、4000万至4200万颗手机SOC。 然而,华为预计从2024年开始,新机型将全面采用自家设计的新麒麟处理器。 所以,高通不仅将完全失去华为订单,还要面临非华为中国品牌客户因华为手机市占率提升而出货量衰退的风险。 预计,高通在2024年对中国手机品牌的SOC出货量将因华为采用新麒麟处理器而减少5000万至6000万克,而且预期持续逐渐减少。 郭明基调查显示,高通未维护在中国市场的市占率,最快可能在2023年第四季度开始价格战,此举不利利润。 另外,高通另外两个潜在的风险,分别是Exynos 2400在三星手机的比重高于预期,以及苹果预期将自2025年开始采用自家数据机。 不过市场方面近日传来了好消息,全球智慧型手机历经长达一年半寒冬期后,近期各大品牌厂库存去化总算接近尾声,加上双11购物节及欧美耶诞节旺极加持,有助业者加速去化库存,让产业明年喜迎春艳归来,并溢注台积电、鸿海、大力光、联发科、稳茂等台湾手机供应链营运加温。 手机处理器龙头厂高通,近期在财报会议释出正向消息,乐观看待智慧型手机市场出现复苏迹象,加上手机镜头大厂大力光也与法说会指出,第四季手机试况不悲观,均显示手机市场需求已从谷底翻扬,迈向复苏之路。 不光是手机关键零组件业者,看好产业有望回温,功率放大器,PA龙头稳貌,日前也指出,第四季产能利用率将持续提升。 且已看到中国智慧型手机库存,恢复至正常水位,拉货动能比第三季显著放大,显示出手机需求已露出曙光。 根据资测汇产业情报研究所MIC最新数据指出,今年全球智慧型手机出货量预估年前7%来到11.2%一致,创近十年以来新低。 2024年,智慧型手机市场会平缓成长,出货量较今年增长3%。 业界人士表示,明年全球智慧型手机出货量重回正成长轨迹,虽然现阶段保守预估几年增3%,若美国升息趋缓或结束,通膨不再恶化,全球景气有望复苏,届时智慧型手机出货量有机会上调。 此外,今年第四季市手机品牌厂加速聚化库存关键季度,无论双十一购物节或欧美圣诞节都会有许多旧款机型降价促销,新机型则会搭配各项手机配件好礼,吸引买气升温。 法人指出,从目前台系手机供应链反馈来看,手机产业已摆脱谷底,明年会比今年好,但出货量能否重回过往平均水准或相对高点,仍有待评估,主要是全球正经情势仍不稳定,现阶段仍无法准确预测明年市场景气。 在手机品牌厂新品动态方面,龙头厂三星预计明年第一季将发表新款旗舰机Galaxy S24系列,若销售量能显著优于前代的机型,意味手机市场需求已重回正轨。 苹果iPhone 15 Pro系列的A17 Pro晶片采用了台积电300米工艺,而高通和联发科可能落后苹果一代。 据报道,高通明年正式发布的骁龙8-Z4,还有联发科天机9400有机会缩小这一差距。 消息人士透露,骁龙8-Z4和天机9400晶片都将使用台积电300米工艺,但称天机9400是受到限制的,而骁龙8-Z4将采用高通定制内核。 今年的高通骁龙8-Z3和联发科天机9300都采用台积电N4P制程,每和苹果一样采用3奈米N3B工艺,意味晶圆成本高昂。 据悉,台积电N3E工艺产量更高,价格也更合理。 联发科与台积电此前宣布,将采用台积电3奈米工艺生产天机旗舰晶片,产品开发进度顺利,以成功完成流片,并预计明年量产。 相较5奈米技术,台积电3奈米技术的逻辑密度增加约60%,在相同功耗下速度提升18%,在相同速度下功耗降低32%。 爆料称,骁龙8 Gen4将使用高通定制Orion内核,但天机9400则会受到一些限制,但没有进一步说明。 高通高管曾经透露,考虑到工艺升级定制的Orion内核,意味着骁龙8 Gen4晶片将比前一代更贵,因此手机制造商需要做好准备,在2024年减少利润或者提高安卓旗舰产品价格。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库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援了。 谢谢。 今天,我们下期再见。 接下来,观看。